英国海军重现往日荣光组建无人潜艇部队 现在无人技术的应用已经向水下空间延伸 水下分布式作战思想以及有人与无人潜艇的协同作战 可以说就是未来海战的新模式 想要在海上力量弯道超车或者重现往日荣光 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这不英国就开始组建无人潜艇编队 并定制了首个大型无人潜艇 并取名赛特斯 希望它可以像霍兰一号那样改变水下作战方式 问题来了 英国的赛特斯性能如何 未来的无人海战又是怎样 为了重现帝国的海军荣光 英国海军制定了首个大型无人潜艇项目 向MSUPS公司订购了一艘无人潜艇 并名为赛特斯 潜艇估计会在两年内建造完成 按照当时的设想 赛特斯无人潜艇长12米 直径2.2米重17吨 动力装置由电池功能 可以行驶约1000海里 下潜深度暂时不确定 但是英国海军对它寄予厚望 希望它能在任何地方执行作战任务 所以为了隐蔽移动 跟踪敌人的海上活动 赛特斯必须潜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神 赛特斯号的武器装备也不确定 不过水雷或鱼雷肯定是必备的 同时也能够跟有人潜艇并肩作战 比如英国海军的机敏级核潜艇 跟空军差不多 别人6代机是中程辽机 无人潜艇扮演的则是中程侍从 作战任务也跟中程辽机差不多 代替有人作战平台去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同时它也能充当掩位 赛特斯配备了一整套雷达声纳和其他传感器 能识别舰船和潜艇 监视和摧毁深海电缆 管道等重要基础设施 在敌后实施偷袭 同时潜艇也能够发射无人潜航器 利用其具备的探测跟踪目标 以及中继通信能力 引导潜艇远程导弹或者鱼雷攻击目标 起到潜艇远程探测的倍增气作用 这也是未来潜艇作战的模式 在海战无人化这方面 美国的实力比较强 设备也比较完善 恰好在2021年的时候 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海岸 举行了无人系统舰队演习 我们可以聊一聊 提前预计一下未来海战 美国海军的这次无人系统的舰队演习 参与的装备不少 海上猎手号反潜无人水面艇 T38无人水面艇 MQ-9B无人机 MQ-8B无人直升机等29套无人系统 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滨海战斗舰 洛杉矶级潜艇 P-8A反潜巡逻机等 15个有人作战平台 其作战方式也跟有人作战平台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无人 比如反潜搜索 演习中 MQ-9B无人机投放声纳浮标 将水下目标数据传输给水面舰艇和岸上反潜作战指挥控制节点 汉普顿号洛杉矶级核潜艇 发射并回收一艘F-4LV-4型无人潜航器 一艘中型无人水面艇 使用拖曳阵列声纳搜索 跟踪水下潜艇 从作战形式上看 这点跟普通的海战没什么区别 打架之前先确定战场环境 不过无人系统作战的重点还是体系集成 也就是无人与有人作战系统的结合 也就是探测方式不同 在未来水下作战中 无人潜艇可以打破传统作战样式 在任务海域中 潜艇可以发射多艘无人潜航器 进行组网探测 用来预警侦察机态势感知 无人潜航器负责通信中纪 潜艇则是指挥控制 远距离打击敌方舰队 同时潜艇或无人潜航器发射无人机 可以近距离接触敌方军舰 实施电子干扰或反辐射攻击等信息作战 在有人潜艇的指挥控制下 无人潜航器完成搜索与侦察反水雷作战 反潜作战 水下潜伏式自主作战 水下防御作战 及战斗支援等多样化任务 多个无人潜航器也组成无人作战集群 实施饱和攻击 简单来说 潜艇发射无人潜航器无人机 就是延伸作战平台的覆盖范围 潜艇可以将无人潜航器无人机 投放到潜艇探测范围之外的海域 实现潜艇水下空中作战空间的跨域扩展 火力军可以自信的说 无人潜艇与水下无人潜航器协同作战 在侦察监视反潜水雷战任务 都比现在的有人潜艇更强 比如侦察监视任务 因为水深的限制 潜艇难以对近海的港口基地 实施抵禁侦察 但是换作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就不一样了 这种小型系统不容易被发现 可以执行沿海情报搜集 监视或电子站等近案任务 就算是被发现了损失也不大 大不了再派几艘 无人作战系统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们是一次性的 无论怎么浪 都不会危及人员的生命 战时无人潜航器可以伪装成一艘潜艇 等待敌方潜艇攻击 同时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海窗底层埋伏 通过传感器侦测监听敌方潜艇噪声 一旦敌方潜艇从其附近经过 释放反潜鱼雷摧毁目标 同时无人潜艇在攻击方面也比有人潜艇更强 比如水下机群饱和攻击航母舰队 在海战中 无人潜艇可以实施饱和攻击 也就是核潜艇发射的导弹群 加无人潜艇控制的鱼雷 威力大数量多 完全可以摧毁或者重创敌方航母编队 比如美国海军的通用超轻型鱼雷 比之前鱼雷的三分之一还要小 虽然射程短 但是数量多 可以利用无人潜艇的安静性 把鱼雷送达接近目标的位置 条件具备或者必要时 还可增加战机导弹群 加暗机导弹群参加的联合火力打击 其毁伤效果会更好 当然 现在也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水下分布式饱和攻击 更隐蔽更节省兵力 战术协同更简单一点 就算没办法一次性打爆航母 也可以击毁航母的前哨 航母编队的前哨舰 主要用于为航母实施远程反潜 防空与防导任务 水下力量协同攻击敌航母编队的前哨舰 无人潜航器或无人机 担负侦察和目标指示任务 引导潜艇发射鱼雷攻击敌方航母编队的哨舰 总的来说 无人潜艇与无人潜航器 无人机的结合 潜艇就不需要依靠声纳来发现敌方军舰 可以完美解决潜艇感知能力差的缺点 另一方面 潜艇的打击能力也不再局限于鱼雷 导弹 这些能暴露几方位置的武器 潜艇还有小型无人机 比如携带试验性燃料电池的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一般 但是可以用无人潜艇或无人潜航器 把这些无人机发射到敌方的海岸 执行侦察或电子战任务 将目标信息提供给附近的潜艇或攻击性战机 当然 潜射无人机也可以跟那些自杀式无人机一样 身上带点炸药攻击敌方防空雷达 无人机的加入 可以让潜艇能够在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 远程遥控无人机或无人潜航器打击敌方军舰 有了潜射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 潜艇就可以装备射成比较远的鱼雷 攻击潜艇不必在声纳范围内 甚至不必与目标在相同的区域内 引导可以完全交给那些无人设备 潜射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 起到了潜艇自身探测被登器的作用 给未来潜艇作战增加了新模式 也改变了潜艇在侦察反舰防空 以及对陆攻击方面的作战模式 当然除了打军舰 潜艇打潜艇也是一出好戏 不能错过 毕竟航母编队里面还有攻击型核潜艇 其主要用于担负航母编队的 中程反潜作战任务 而攻击敌航母编队护航的攻击型核潜艇 可以由潜艇加自身携带潜航器 加无人潜艇协同 有些无人设备可以按照数据在回路中行动规则 为有人潜艇提供情报 比如敌人潜艇的位置 加上那种射程比较远的鱼雷 或者是饱和式攻击 一打一个准 毕竟对于反潜站等任务而言 数十个无人潜航器的探测范围 比单一潜艇或水面舰艇的探测范围更广 一个岸上的操控人员 可以控制几个无人潜航器 在发出指令后 这些无人设备可以独立运行好几天 完全可以说 有人与无人潜艇的协同作战 可以使几方潜艇以最小的代价获胜 这就是网络中心反潜站的核心精髓 综上概述 海战无人化具备三个特点 潜艇将转化为母舰与指控平台的角色 协调指挥各无人平台的行动 无人潜航器水下活动低速静音 无人机低空飞行 目标特性反射小 很难被发现 各无人平台信息互联 母艇可实施任务重组 作战范围要比现在高了N个档次 从这方面看 英国这算是走在未来海战的最前沿 重现帝国往日荣光 也不是不可能 唯一的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建造成功 毕竟拥有自主型的大型潜艇 不是说能造就能造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未来潜艇作战会是什么样子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2 4 5 5 1 2